不不 如果这个东西用来讲 一般的夫妻的离婚呢 你可以说是利益的 渗入到感情的问题 但是如果从他的一个 演艺经纪人的 这个专业角度来讲 他非常professional 这个演艺的经纪人呢 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这是你要知道 像那个 那个 Ton Kerr是吗 他的老婆叫什么 凯蒂啊 这事他说 没有我刚刚就想 徐老师刚刚说的对 就是说我刚开始听到说 经纪人互发生明星的时候 我觉得好专业 好新方 西方就是这样 就从来不会说 去访问Tom Kerr说 你为什么要离婚 赛养费多少 就是透过经纪人 绝对不会打扰到 明星本身 他们本来的工作 或者是他们的生活 由经纪人来发 但重点是内容 就是 我看了这么多 好莱坞对离婚 你好像很少 都是八卦妹军挖蛋 很少是在公开戏里面 去明着指责对方 这么多的细节的不是 家丑不可外扬 就是说 我们顶多是很公式化 说赛养费多少 我给你多少钱 然后小孩归谁管 然后呢 因为个性不和 双方怎么 就是都是很公式化 而不是说 这么像是八点档的 那种戏剧脚本的 就是 今天一个 你一套我一套的 互相接窗发的 这种方式 Niko K-Man呢 他的离一次 就是一次感情婚姻的变化 他的片酬就高一次 我看到有专门的文章 给他画了一个曲线 就是他分开 他离开Tom Cruise 啪 片酬高 就是说他的一个 一个感情的生活的挫折 使得他的片酬 不断的往上升高 然后他还分析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点像他刚才讲的 西路宽啊 怎么怎么的 对男的来说 会有点损害 对女的真的往上 我觉得如果是从 他们这一行的专业来说 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你旁边看的人 也别太认真了 你就是他们 这个是人家的一个 就炒地产一样的道理